此次来看的是距离iPhone 6上市的脚步下越来越近了 而且间谍照也越来越多 但现在就连5.5寸比较大的那个尺寸 iPhone 6也曝光了 今生比对手三星的Note 3还要更大 现在引发了热烈讨论 而另外一个果粉也非常关注的是 苹果的智慧手表iWatch 根据路透社的最新报道 将会由国内的笔电大厂广达来代工 7月份就会开始量产 小旋风林志颖上礼拜才在微博 秀出了据说是真品的4.7寸iPhone 6 引起的热烈讨论 18号又出现了一张林志颖帮朋友修理iPhone 5S的照片 不过一旁超大荧幕的手机却成了焦点 因为看起来就像5.5寸的iPhone 6 那么它到底有多大呢 国外媒体披露 苹果可能在9月同时发表4.7寸和5.5寸的iPhone 6 而向来指出小荧幕的iPhone 忽然变大让人很不习惯 还被拿来跟5.7寸荧幕的三星Note 3来做比较 如果超大的5.5寸iPhone 6真的上市 是不是能被果粉接受还不知道 不过传闻已久的iWatch 绝对是最被市场期待的产品 根据路透社报道 笔电大厂广达赤下了苹果iWatch大单 将从7月起开始量产 可能在10月上市 第一年出货量预计就达到5000万只 其中至少7成由广达代工 这项大力多也使广达目标价上看99元 而在iWatch规格方面 据传是2.5寸荧幕形状略为方正 除了触控界面还配备无线充电功能 并且预计将有侦测脉搏的功能 而感应器据传是由新加坡公司Heptagon提供 而面板部分将由南韩显示器大厂LGD 乐金显示独家提供 三迪新闻众报道